看看新闻吧 已经53岁的雪友哥哥 可是时刻都在卖萌的大叔 如今在专辑发布会上 有钢琴大提琴伴奏的高规格表演 恐怕也只有神级的人物能够hold住 张雪友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雪友哥 你也让歌迷等太久了 久到这制作费早就花完了 本来以为自己花了钱 可以问环球拿嘛对不对 然后原来张雪友哥 已经少在好几年前签了 然后我问他是不是有预算 他说我赢付你了 只能说雪友哥 你也太后知后觉了啦 我的妈呀 早知道做神一点 整场发布会张雪友都是这样 只帅到没朋友的状态 原来歌神不只会唱歌 卖萌也是有一整套啊 比如看不见挂在墙上的海报的时候 那远一点我们这种距离 你这个年纪这个距离应该更清楚吧 我们你不知道我们这个距离是 哪一个距离都有问题的 比如麦克风没声音的时候 看我这样转心完全是自己掏钱 你自己就在掏钱做 你的手压到天线了 真的吗 对不起 天哪你唱了三十年还不知道天线在这里 我真的是不知道 新专辑全球发行启动仪式环节 雪友哥更是任性到不任直视 其实大家知道摸这个红其实没有 没有关系的嘛 对不对 你是说按的时候其实是后面人控制的 我每次上台都要做这个 然后按下去那个根本就没有关系 你就做了三十年了还玩这个 出道三十年雪友哥什么场面没见过 不过这么任性的天王 我们还真是第一次见呢 没有 这颗是真的按得有用对不对 雪友哥 你错了 今天这颗是真的按得有用 你已经按得到 谢谢 配合一下 好萌好天真 雪友哥你赢了 二 一 请按 全球有亮了 有亮了 116个国家同步登场 好神奇 玩够了吗 玩够了吗 今天可是来做正经事的 咱们好好来听听小伙伴们送来的祝福吧 想一想 那么快就过了三十年 冲心地祝贺三十周天的大作里面 能够卖个满坛红 不用再等待 马上去买张学友 等了这么久的专辑 醒着做梦 四大天王中的另三位 惊喜送祝福 不过最用心的 还要数张学友多年的小伙伴于成庆 亲自制作VCR不说 还巧妙地用歌神新歌 要比一生去爱高调表心计 此处本应该有两行热泪 可是学友哥你完全放错重点了吗 你要不要祝福他一下 祝福他什么 先祝你啦 说什么 我听说了吗 没有没有 我听说不是要结婚吗 没有 我没有要结婚你乱扯 娱乐情天地不唱歌 学友哥也是惹人爱的台北采访报道 我现在要结婚的人好多 学友哥都开始爆黄紫焦的了了 真是的 也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歌神 好 好